而讲到了人气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民调却落后了柯文哲还不少 国民党内就认为问题 出在连振营的老陈太多 像是前市长黄大洲 行政院前副院长石立德 这些网络组可能压根没听过的名单 是吸引不了年轻选票 不过连振营也回应了 这些老陈们没有决策权 但却是重要的智囊团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最近民调一直没有起色 党内同志率先开炮 直指连振营的竞选团队 老陈太多无法吸引年轻人选票 可能连振营的本人 以及连赞主席 以及他辅选的那些老陈 认为这样子选就会赢 传道桥头自然值 我认为这样选就会输掉 到最后投票 陈炯松我点名黄大洲 欧敬德退出辅选 太老了不是他们不好 因为他们太老了 年轻人看到他们不投了 就这么简单 文宣的部分应该要加强 至于班底的部分 也应该增加一些心血 更能够贴近40岁以下 年轻的民营 市议员点名 总统府资政陈炯松 台北市前市长黄大洲 高铁前董事长欧敬德之外 国民党荣誉副主席林峰正 行政院前副院长徐立德 也是连振营的老将 不过连盛文办公室强调 他们只有在背后提供意见 是重要的智囊团 并没有参与决策 不管男女老少 我们都希望可以争取他们支持 也来倾听他们意见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最后能够提出一个务实可行 而且是做得到的政策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熟悉这种市政的 这个政坛的前辈 所以我们会去跟他咨询意见 那至于基本上的策略运用 还是我们竞选办公室 这边负责 年轻时代是连盛文 积极争取的对象 但毕竟江还是老的辣 老臣们对于选举经验丰富 对于连盛文 未必是减分效果 打起组织战 更能得心应手 怎么能将他们摒除在外 有对TV层面前子民 肖比一太白报道